7月2日 據廣東省衛健委通報 2月2日深圳、維州、運河 持續有新增病例 自1月31日以來 深圳疫情已擴散到梅州、運河、河縣、維州等多地 當局要求非必要不要離開深圳 需要離開深圳的 自2月1日凌晨零時開始 需要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維州市、維東園、平山街道 也出現深圳關聯確診病例 2日當地開始大規模核酸檢測 我們就合作大規模核酸檢測 我們就發生了 我們就追著了 本房未通報廣東散美六峰市 博美鎮有疫情 但是2日凌晨 博美鎮某村全村人員 被叫起來做核酸檢測 我們這裡博美就沒有了 密切接觸者就沒有了 這網河山 這個朋友去廣東那邊 做了四次核酸檢測 這序的身體不如以前 感覺反應是正案的 我們就非常失憤 非常後悔 最近明白來自棉花道裡面 將來不同的東西 據大陸媒體過年之前的報導 新年番鄉政策 引爆核酸檢測需求 將有超千億市場增量